见面三秒让对方喜欢你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普通人逆袭的能力 可是还有个更高级的能力 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要意识到 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见面三秒就让对方喜欢上你 你要认识到对方 你面对的那个人 他是没这个能力的 这是一个更高级的能力 所以你就要隆忍他做得不好 同时要带他一把 拉他一把 如果你具备这个能力 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好 你的家庭也会越来越和睦 通常我们在家里 夫妻之间会相尽如宾吧 拉倒吧 你不知道吗 杀手这件事情 就是讲夫妻之间的互砍的 你知道吗 有句话叫亲人眼里 无伪人哪 你知道吗 我太太看我就是 永远就是18岁的时候 舔她的那个小屁孩 没什么了不起啊 你看我回到苏州 我见到我那些苏白兄弟姐妹 我从来不讲我懂定位 我也从来不讲我会做生意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兄弟是做纺织的 做原料的 我好心的跟他聊了天说 你这样做不行的 他做杀定 他说你不懂我们这个行业 在他的眼里他会怎么想 我还不了解你吗 所以我就会发现 这天聊的 谋一息了 所以就不聊了 知道吗 就是你不要去跟你旁边的人 去讲这个东西 因为他不信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 聊他想听的 我经常讲的案例就是 我在我的这个兄弟姐妹 早期的时候就发小啊那些 我就经常做这种事 最高价的聊天就是让对方嗨 而不是自己嗨 所以你见到同学啊 见到发小 见到闺蜜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 而应该把自己放的什么 很低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明明不喜欢你 我也要拍 理念上一定要通 不通的话你就真的做不到 你的拍得温了 心不甘情不愿的 那怎么解决呢 其实特别容易解决 第一 你还是要走这个流程 你得问问你自己 你想把你的产品卖向全世界吗 你问问你自己想吗 第二个就是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买你 你会不会遇见天下人 当然会了 全世界都买了你的产品 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到你这里来啊 好 第三 全世界的人在你面前 天下人在你面前 那么对面那个人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不喜欢的 有吗 太有可能了吧 第四 那个对面不喜欢的人 他偏偏买你的货 买你一万十万百万千万 你卖吗 你不会四金钱如粪土吧 那这个天就没法聊了 你做生意不看人的吧 你说 我不跟你这类人做生意 你不正常知道吗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 我们可以人类命运共同 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 我们的文化是说什么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啊 哪有你这样的 能个千里条的跑过来说 老子不喜欢你 不做你的生意 有这么聊天的吗 我们有同学真的是这样的 他大不了老子不做你的生意 我说哪里没法聊了这天 怎么聊 你不是在做生意 你是在斗气 你知道吗 这个生意没法做 他买你的货 给你钱 你叫他什么 叫他上帝 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 你千万不要说 他是你的顾客 你千万不要说 他是你的上帝 你这个弯人绕过来 最后一步 我经常讲的 这步一定要走通 这步走通了 出了这个门 你就能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理念要通 理念不通方法白费 如果我喜欢他 这叫赞美他 这叫真实人生吗 如果我不喜欢他 也不得不赞美他 这叫什么 这叫艺术人生 我问了很多同学 我们有同学说 这叫欺骗的人生 这叫虚假的人生 这叫残酷的人生 这叫现实的人生 这叫社会的人生 这叫苟且的人生 如果你是这种认知 那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你的格局太小 你的格局太小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直接回答我 你觉得我们一生 大部分时间 是过真实的人生 还是艺术人生 对呀 你想想你跟你老婆说的话 有几句是真的 还真实的人生 那就别扯淡了好不好 太太经常给我挖坑的 一上来就是老公 我是不是胖了 你怎么回答 是是是胖了 像个小猪 能这么聊吗 这天 我老婆问我说 亲爱的 你看看 我刚刚淘的一件衣服 好看吗 所以你的答案是不好看 你会这么回答吗 不会吧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 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你知道吧 你不能这么聊天的吧 喜欢他叫真实人生 不喜欢他 也得表扬他叫 艺术人生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你连个演技都没有 还想要票房 谢谢你 谢谢我